今天是2014年8月22日 我跟随青海的聪明来到了我们野生的这样的一个隔壁滩上 那么在这样青海的一个隔壁滩 然后看到了这么多人在摘黑枸杞 那么市场上只看到很多人在消费黑枸杞 但是也是在使用它或者是商人在买卖它 但是有谁亲眼目睹过他们的心酸 那么在这些聪明从早上四点钟就要起床 一路上要往隔壁滩一路一路进来 那么要进行一直在车上 我今天体验了一下 一直是一种颠沛流离的那种感觉 腰都快做酸痛死了 那么在座的有的骑着大部分是骑着摩托车 骑着三轮车 他们要一直往隔壁滩里面一直要挺进 那么现在这些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都是黑枸杞的树苗 上面长着一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小东东 就是黑枸杞 那么每一个人低头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夹子 把它一粒一粒夹下来 甚至有的人可能有的聪明 那么他也会用剪刀把树苗直接会剪下来 回家慢慢再去 这样它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和破坏 那么在这样一个艰苦的话 那么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 我们来见可能大家没有亲身体会的话 无法感受到 这里蚊子早上来的时候 冻得我直接裹着一个大被子 但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又很热 然后蚊子整个叮咬的 它还不像家里的蚊子 敢又敢不走 粘在你身上一大串 他们戴着一个像我帽子 像一个侠客一样的帽子 把蚊子给割开 蚊子太多太多了 然后每天这里的紫外线也特别强 那么晒的人皮肤整个会发黑 而且会体皮 甚至晒的你会发疼 但是每一个村民忍受着这样的痛苦 然后就只为了那一点点小小的生活费 然后来这里去采摘 包括在这采黑骨鸡的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的小朋友利用这个假期 也是跟随父母在这里来采摘 那么每天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小金库 那么当我们在收购的过程中 那么看到小朋友拿来的黑骨鸡 我们也愿意高价来收购 因为我们只想给他们一份自信 给他们一份爱 然后这些小孩子们 从小也会他们拿着自己采摘的黑骨鸡 到市场上自己去交易 去收购 让他们也从小学会了做买卖 做生意 也对比起成立的孩子来说 他们体验到了更多的是 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 过程人的孩子早当家 也许在这里 在黑骨鸡的采摘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最后一会儿的买卖 最后一会儿的一切 把虚构杆都能放进出来